俄罗斯虽然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因为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 这句悲壮的口号出自二战东线苏德战场,随后流传全世界,成为二战的标志之一。 这句口号由参加莫斯科保卫战的红军战士克洛奇科夫·纪耶夫喊出,他随后也牺牲在战场上。 那是1941年末,德国因为基辅会战耽误了一个月,让苏联有充足时间准备莫斯科保卫战。 战役期间,200万苏军战士前仆后继伤亡百万人,终于粉碎了德军的进攻。 转眼,时间进入1942年,苏德双方开始在漫长的战线上对峙,台风行动失败了。 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最前锋距离莫斯科仅仅150公里,苏联依然没有脱离危险。 在二战史上,南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被大树特殊,被当作苏德战争的转折点。 而在1942年初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这段时间里,苏德之间爆发的一次大战却没有得到过过多关注,甚至一度被选择性忘却。 这就是前后长达一年的勒热夫·维亚纪马·瑟乔夫卡战役。 苏德围绕勒热夫一带发生多次大战,德国最终得到了战术上的胜利。 此系列战役从莫斯科保卫战结束后一直持续到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 苏军投入几百万大军,伤亡高达150万人,仍为击败德国莫德尔将军率领的第九集团军。 尤其是1942年末的两次战役,被认为是名将诸可夫一生中的污点,拥有兵力优势的苏军,被德军击溃,伤亡惨重。 勒热夫·瑟乔夫卡战役是世界公认的防御战坚点,莫德尔用第九集团军挡住数倍的敌人,他因此被誉为防御之师。 那么莫德尔是怎么以少胜多打出这种全级半岛防御战的呢? 1942年1月,苏德双方的防线天留在莫斯科前方200公里左右的位置,其中德军第九集团军驻守的勒热夫比较特殊。 这里是德军防线的突出部,勒热夫突出部是一个100多公里长宽的弃子,狠狠插在苏联的胸口,防线的突出部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守军一旦被断了后路就会陷入包围之中。 第九集团军的司令莫德尔元帅深知这点,一直申请放弃勒热夫保全军队,但是纳粹核心坚决不许。 此时速德战争进入对峙阶段,任何一方的任何主动撤退都会引起政治影响,纳粹德国不许东线由任何撤退,而勒热夫是德军距离莫斯科最近的地方,仅仅150公里。 保住勒热夫就是保住德军的进攻势头,可以振奋东线战场的军心。 第九集团军这时候编制早已缩水,仅有5万人,不到100辆坦克,只要苏联人准备好进攻,这5万人随时有可能被合围。 在勒热夫的正前方,苏联派诸可夫将军带着200万人,分两个集团军,虎视眈眈。 经过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诸可夫将军的地位如日冲天,作为苏联的英雄,他最急于解决的就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威胁。 从1942年1月开始,诸可夫指挥苏军进攻勒热夫四次,和莫德尔展开了血腥的攻防战。 1942年,围绕勒热夫的四次战役,苏军每次都是来势汹汹,但是最终都败于莫德尔手下。 勒热夫战役里苏军共伤亡150万人以上,莫德尔踩在血泊中,鸡身人类防御战打尸行列。 在1942年1月,苏军发起了包围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狄子勒热夫维亚纪马战役。 贾利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以优势兵力进攻维基亚马勒热夫一线。 苏军在此战中出动空降兵,空降第四军骑袭德军敌后, 配合苏军骑医师占领了维亚纪马南部。 紧要关头,第九集团军得到了后方五个师的支援, 其中包含德军精锐中的精锐,党卫军的骄傲,帝国师。 在莫德尔的指挥下,德军凭借运动战将公路切断, 把突入勒热夫的苏军分割包围,最后居然吃掉了苏军两个集团军。 第九集团军配合第四集团军打垮了苏军的进攻, 苏军此战战死二十万人,受伤和被俘达达到五十万。 精锐的第33集团军被全歼,司令叶夫列莫夫受伤后则杀。 斯大林格勒战役还未开始,这一战是东线开战以来最血腥的一战。 德军战士回忆勒热夫战场,到处都是苏军的尸体和伤病的哀号, 如果连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那苏军的战士就应该在地狱里挣扎了。 前线苏联战地记者来到勒热夫拍摄,不少人目睹惨状后,得了心理疾病。 勒热夫脚肉机的名称,不禁而走。 1942年夏天,在巴巴罗萨行动一周年时, 苏军再次决定向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发起决战, 防止后者南下支援斯大林格勒。 第一次勒热夫-色桥夫卡战役爆发, 加里宁方面军第30集团军以及西方面军20-29-31集团军禁军勒热夫-色桥夫卡一带。 苏军先胜后败,莫德尔用弹性防御的打法, 消灭了苏军大量有生力量。 莫德尔让前线受攻击的部队后退到防线后, 这些部队往往是精锐装甲师, 他以此为诱饵吸引苏军深入。 然后,莫德尔将部队打成团或者迎击的小兵制, 让步兵迟至对方的进攻, 再集中装甲军对苏军进行包抄, 坦克切断攻陆,阻挡援军, 围杀苏军的进攻部队。 弹性防御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战术, 这种打法需要把敌人放进自己的防区复兴, 敌人一旦失控可能会造成己方的溃败。 决定进行弹性防御, 需要指挥官对部队战斗力高度信任, 当然也需要指挥官本身有高潮的指挥艺术。 1942年的第九集团军完全有这个底气, 用弹性防御, 他拥有帝国师和大德意志师这样的精锐。 还有后方多个装甲师增援, 苏军的进攻被第九集团军阻挡在瓦祖扎河和格扎地河沿线, 最后阵亡5万人, 受伤和被俘15万。 加利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吃尽了骨头, 但是后方的苏联新兵源源不断地补充上来, 苏军人数众多, 但是武器弹药严重不足。 根据苏联老兵回忆, 当时很多苏军上前线几乎没有训练, 弹药也很少, 一把步枪只能配三发子弹, 炮兵连每天只能开两炮。 年轻的战事中很多人没有完成登记就上了前线, 连名字都无人知晓。 1942年11月,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发起天王星行动, 将德国第六集团军, 罗马尼亚军团, 以及部分德国第四装甲军, 军团包围在斯大林格勒, 意图将其维艰, 德军最高统帅部下令中央集团军群增援南线, 为了挡住第九集团军的南下, 朱可夫开始了第二次, 乐热夫色桥夫卡战役及火星行动。 朱可夫带着200万大军来势汹汹, 苏军装备24000门火炮, 3000多辆坦克, 1000多架飞机, 从东西北三面夹击, 乐热夫突出部, 要彻底消灭第九集团军。 但是, 第九集团军得到间谍的情报, 早对攻击有了准备, 11月24日, 潮水般的红军战士涌上战场, 被德军用机枪一步一步打倒, 但是后继部队仍然源源不断, 这时候的第九集团军已经对 乐热夫和周围环境了如指掌, 他们利用地形和堡垒据点, 大量杀伤苏军, 莫德尔再次让军队化成小股编制, 以迎联为单位, 聚守重要公路和河岸, 以最大化杀伤苏军为目标, 等待后面的援军到来。 德军在此战中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韧性, 仅德国第102步兵师就挡住了苏军第31集团军整整三天。 进攻开始四天后, 苏军伤亡惨重, 但是维亚纪马铁路和色桥夫卡公路仍然在德军手中。 朱可夫将军坚信第九集团军已经是强奴之末, 坚持正面进攻, 结果遭到中央集团军群的预备部队, 六个齐装满园的装甲师。 莫德尔的指挥艺术在这时再次出现奇效, 德军的防线在苏军的进攻下不断后缩, 但是不会出现溃败, 因为他手中一直捏着大量的小股部队, 一旦有防线溃口, 这些棋子马上会填上去。 有了上次战役的教训, 苏军也不敢再直接冲进德军防守中心, 只能在外围不断冲击, 杀进德军防线的苏联第一机械化军, 被德国王牌部队大德意志军挡住, 居然不能动态。 战役开始一周后, 苏军只好转攻为首, 等候进一步的命令。 12月11日, 苏军得到补充后再次出击, 第五和第六坦克军, 300辆坦克带着两万士兵突击德军阵地。 朱可夫这时候太过着急, 纪尾师的年轻人们穿着展现的军装倒在前线, 又因为缺少白色涂装, 苏军补充了300多辆坦克, 在一天半内全局覆没。 至此, 火星行动彻底失败, 苏军伤亡80万人, 其中近30万人战死沙场, 1800辆坦克被击毁。 对于苏军的疯狂进攻, 德国第九集团军也是捏了一把冷汗, 根据火星行动的战报, 第九集团军伤亡在4万人上下, 这个数字虽然远远少于苏联军队, 但苏军打光的都是新兵, 而德国牺牲的战士都是德军精锐, 是转战欧洲的老兵, 莫德尔对此非常伤心, 德军对于苏联人的进攻感到胆害, 德军从士兵到最高指挥官都表示, 苏军这种不计伤亡的鲁莽的冲击是极为悲壮的, 苏军战士是最好的士兵, 苏军遇到坚固的防线从来不会绕丸子, 而是用人命去拼, 这给德军士兵留下很大的心理阴影, 1943年春天, 第九集团军在勒洛夫已经坚持了一年, 中央集团军群前后向其输送了十几个师后备力量, 其中一半是装甲师, 还有两个精锐的帝国师和大德意志师, 德军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但是却没能在莫森科城下打开局面, 苏联军队用大无畏的牺牲阻拦了德军的铁体, 莫德尔这位防御大师再次一战成名, 虽然莫德尔的防御指挥确实非常高超, 据点打法和弹性防御被后世津津乐道, 但对于大战局于是无补, 勒热夫、瑟乔夫卡战役防御的胜利是战术上的小胜, 总体上来说是中央集团军群整体的胜利, 德军前线部队战斗力高的下人, 一个师挡住苏军一个军的情况屡见不鞋, 虽然火星行动失败了, 第九集团军指挥官莫德尔将军知道, 如果苏军再来一次同样体量的进攻, 自己的部队不一定能支撑下来, 而随着苏联第三突击集团军取得大逻击之战的胜利, 莫德尔知道再不撤退就没有机会了, 最终莫德尔和曼斯坦因都同意放弃了热夫托初步, 加上德军陆军参谋长蔡次勒的建议, 纳粹核心终于同意第九集团军后撤, 莫德尔决议将第九集团军撤到中央集团军局南方, 这次行动在苏联百万大军的眼皮子底下进行, 被启名为水牛行动, 莫德尔展现了超凡的指挥能力, 他面临三十万大军计算好需要的补给, 以及要运走的装备, 先进行道路修正, 当公路和铁路保持畅通后, 德军分批趁着夜色撤离阵地, 在德军的背后九个战斗群负责断后, 他们边走边撤, 沿途破坏道路、铁路、桥梁, 并沿途布置雷区, 苏军在得知德军有撤退迹象后, 发起最后一次勒热夫战役, 但是德军撤退神速, 第九集团军的水牛行动非常成功, 苏军这次战役没能歼灭大批德军, 却得到热勒夫城, 这座城市已经是一片废墟, 90%的房屋被毁, 而且城中遍布地雷, 给苏军带来很大麻烦, 苏德在勒热夫厮杀一眼, 朱可夫和莫德尔两位将军高手过招, 最后是莫德尔取得了战术胜利, 而朱可夫取得了战略胜利, 勒热夫战役尤其是火星行动, 成为朱可夫的伤疤, 在后世被选择性遗忘, 但是此战中有150万苏军战士伤亡, 他们虽只造成了德军30万人的伤亡, 但却阻拦了大量德军南下, 支援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 这些战士大都是新兵, 很多人连名字都被留下, 就在寒冷的雪地中死去了, 根据苏军的回忆, 美党政委喊出, 为了祖国, 无数红军战士就会奋不顾身奔向德军阵地, 直到倒在雪坡之中, 勒热夫虽不被提起, 而他们的功绩却不应该被忘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第九集团军为了水牛行动的保密, 在1943年春天的勒热夫占领区进行惨无人闹的屠杀, 大量俄罗斯平民被当作游击队和间谍枪笔, 村庄水井被投毒, 几十个村庄被夷为平地, 因为勒热夫屠杀事件, 莫德尔被盟军指控有战争罪, 在两年后的1945年4月, 在西县阿丹战役失败的他, 拒绝向盟军投降, 选择了自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